字幕視頻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也要來實況集合啦 動物森友會 那現在我要幹嘛呢 我想邊做一些事情邊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的前幾個影片中都有提到的amiibo卡 那可能有些人不太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或者是想要但不知道要怎麼買 還是去哪裡買 那我現在就來簡單的介紹一下 一邊挖石頭一邊介紹 那其實現在市面上在販售的卡 是任天堂在2015年開始販售 那當時是拿了對應3DS跟WiiU上的動森遊戲用的 好多礦 那只是本作出在Switch上也是有支援 就是可以讓玩家感應卡片來呼叫角色 那amiibo卡最被人家知道的功能就是這個 可以呼叫卡上的動物來島上露營地的功能 把他們 欸 為什麼小歪了 把他們招攔進自己的島裡 除此之外還可以在巴獵島上來使用 就是用卡片把他們叫出來 然後在巴獵島上拍照 那如果你們有看過網路上有一些 把西施惠還是狸克叫出來拍照拍影片的畫面 那個就是用amiibo卡邀請的 對了 就是amiibo卡不只是動物居民而已 他也有NPC在裡面 那NPC的卡雖然無法把他們叫進來島上住 但還是可以叫進來攝影棚一起拍照 也可以拿到他們的海報 好像有氣球 聽到氣球的聲音 對 而關於amiibo卡的販售啊 就是平常有在買卡牌遊戲的人 可能會比較熟悉啦 那就是 他販售的方式就是一包裡面會有三張 那三張會是隨機的 三張角色卡片在裡面 所以在拆包裝的時候就是一種期待 就很像我們在玩手遊在轉蛋一樣 那動森的amiibo卡在購買前有一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就是因為動物居民很多嘛 所以任天堂就把他們分開來賣 就是拆成一到四蛋 還有一個走出戶外包 那個amiibo plus 那一到四蛋都有100隻動物 而amiibo plus是有50隻動物 大家在購買前的時候要先看一下 就是哪一蛋有比較多你喜歡的動物 這樣子中獎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或者是直接買一整盒 就是那種50包入的 雖然是很貴啦 但就是一定會收齊那一蛋全部的角色 整理一下錢包 然後像我的話我喜歡的動物就很分散啊 像耳光在第一蛋 然後阿依在第二蛋 啊還有 小潤是在第三蛋 然後遠仁是在第四蛋 然後amiibo plus 還有我喜歡的那個風傑 那我會把那個各蛋的角色名單連結貼在資訊欄 那大家就可以點過去看一下 那除了我剛說的五種卡包外 他們還有一款就是跟三立歐合作的卡包 但是那個卡包的角色 目前是沒有跟Switch這一款對應 就是集合啦動物森友會對應 他就只能拿到那個三立歐合作的特別海報 所以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而那個amiibo卡的售價一包是日幣330 其實還蠻便宜的啦 只是因為現在大缺貨那個價格都被炒到一個很誇張的程度 那現在呢 欸為什麼丟不出去 那現在日本的任天堂官方正在 官網就是給玩家登記預購 那一個賬號每一旦就限購五包 預購時間直到6月30號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他沒有辦法寄海外 如果大家有想要購買 可能要透過日本載助的朋友問看看 不過這個預購在日本也是引起很廣大的迴響 因為他現在已經排隊排到要11月底 欸欸為什麼 我按太慢嗎 他現在已經排隊要排到11月底才可以出貨了 那入手難度是越來越高了 不過還是比台灣這邊的PS4的手把悠悠卡還要好了 而台灣的部分遊戲店家也都有進貨啦 有興趣的可以去露天拍賣看看喔 那日幣330嘛 加上運費、關稅 到台灣來一包差不多是賣150塊 我是覺得還蠻合理啦 那我自己也是每一種都各買了五包 想說來試看看手機喔 那就是看到時候能不能中我喜歡的角色 不過我看店家的通知也是要到8月底才會出貨 所以到時候我再來開箱給大家看啊 那如果都沒買到的人其實也可以再觀望一下喔 因為就像我開頭說的 就是現在在販售的都是2015年的卡喔 所以本作的8個新角色啊 就是包括叉叉丸、捷克、美林、莫妮卡 然後龐克斯、雷姆、雷哈娜、糖果這些的 還有本作才有的NPC 像余斯廷、龍克斯這些的 就是目前都沒有他們的卡片喔 也就是說也許之後會有機會推出 誒誒誒誒誒誒不是會彈出來嗎 也就是說之後會有機會推出新款的卡包 把這些角色放進去也說不定喔 太可惡了 我的傢俱被吃掉 好啦那關於Amiibo卡的現況跟情報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今天我島上的廣場呢 有綿兒 順便來玩一下這個 我好像還沒有在影片中玩這個 服裝搭配的東西喔 可以喔 童話世界 王子服啊 好的 那我現在就來搭配一下他指定主題的服裝 他說要王子一點嗎 有這個 王冠…這種手作的王冠 應該有吧 童話故事風的感覺 喔 這裡有貴族的褲子 但這個膝蓋補丁褲好像比較童話 可是這是比較偏向窮小孩的故事 什麼靈犬萊西之類的 好 我現在不管它搭不搭我就是要童話風 這個有童話吧 還有…還有個鴨嘴巴 這個夠童話了 因為現實不會有這種人 然後條文的襪子 還有一個…這種小丑…小丑鞋 OK了這樣應該夠童話了吧 再來一個復活節包包 好 就是這樣 請給我滿分 來 給你看 就是這一套 喔 真的喔 跟你心裡想的一樣喔 嘿嘿 欸 有沒有 我超會搭配的 拿到襪子喔 大家覺得怎樣呢 有沒有很童話 居然有蚊子跑過來 走開走開 啊 我昨天有發現就是在這個拍照模式下 蚊子就是沒辦法叮人 所以我現在是無敵狀態了 有沒有有沒有 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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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童話 你看 我這樣有沒有很童話 很王子 童話 大曹 童話眼睛逼上不想理我 太讓人難過了 另外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這個刺猬三姊妹啊 大家有沒有攻略這個姊姊啊 姊姊就是馬兒 你一開始跟他講話他都會不想跟你講話 但是我們就是重複好幾天一直跟他講話一直跟他講話 那他就會開始跟我們搭話 然後等他會有一些特殊的對話之後呢 他就會開始送我們一些布料 那些布料就是他現在在縫的這些東西 我來示範一下他送的那些布料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像是我拿他墊旁邊的這個和服架來示範好了 就是當我們在改造東西的時候 就會多一個樣式的選項 那這些布就是馬爾會給我們的 那你只要一直重複跟他講話 他就會開始一直送我們這些布料 就是在改造的時候都可以用得到 那其實有的花紋真的是還蠻方便的而且很好用 像是路邊攤的攤位也可以用這個 來改造他的棚子什麼的 這邊都給大家看一下喔 那入手方法就是沒有其他的 就是你每天一直跟馬爾講話就可以拿得到 蘋果的好可愛喔 其實還蠻多的喔 就是不拿白不拿 就是大家記得去攻略一下姊姊喔 好啦 總共就這些 就是只要是跟布有關係的 像這個 吊床啊 還有這個 掛在這邊的衣服啊 還有這個桌子上面的桌巾啊 像這些我都是用馬爾給的布來改造的 這樣用起來就會有一種整體感 所以還沒攻略姊姊的人呢 要記得 每天跟她多多聊聊天 好啦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 我們要做這些 你們要做幾個小時 我們要做幾個小時 你們要做幾個小時